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现在我只有一个感觉 被这帮人给坑爹了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强势的英雄 但是用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个英雄他真的是很难用呀 而且他跟我打solo是完全不一样的操作感觉 比如说先讲讲这盘游戏里面的我的一些队友 这盘其实我是不想放的 因为地普师现在还用的不是特别的好 不过有我们的英雄大神 他在打完之后跟我讲 Sky这盘你的地普师其实打的还是 还算不错了 你可以把这盘试着做下录像来 做下视频来录制一下 然后我就听了大神的话 然后就决定来录一下 这个而且这盘也是有大神带我的 当然这是哪个大神 我现在就先不说了 大家也可以猜一猜以后感觉一下 哪个游戏里面的哪个 就哪个英雄是大神在使用 这个前期地普师 其实说起来地普师呢 我为了满足大家看我用地普师的这个愿望 我们的大神上来直接就拿到了第一点血 然后我来看一下 然后也不知道杀了是哪个英雄 一个叫做何苦GL的一个人 那就是谈到这个地普师呢 就是大家就是说 想看我用地普师的话 我自然也要学习一下 于是我就在优酷上 搜了好多好多视频 最后才看到原来牛蛙 是我们当今用地普师用的最好的 然后我就去学了学习了一下 确实发现了很多优秀的地方 这个这个地方在讲这里 这个杀王不知道怎么回事 感觉卡壳了一下 那么一边讲一边杀人 也不耽误嘛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叫做青浦第一人的杀王 可能他是延迟了一下吧 如果怎么说 这个训练 也可以说打天梯嘛 也就像打比赛一样 肯定不能因为退手卡壳了 你就不上去杀 不上去杀人 那么这样的话 我相信你的队友也会吐槽你的 何况我不杀以后 别人说不定还会来杀我 哎呀 这这就去 刚说完这里就 看到一个派派群就过来了 这里我想绕下树林 但是感觉自己绕错了 吃了一个 我还吃了一百块钱的血 然后结果能跑掉吗 希望牛没有魔法 牛应该是没有魔法 但杀王好像绕下了 绕下有点郁闷 这个 少 果然是杀王还有 杀王还有 一下的魔法 两次穿刺 然后抱我三个人 这怎么下路突然来了三个人 有点不解 不过就像我刚刚说的 跟大家说的 总不能因为别人卡壳了 然后你就不杀了 结果这杀王就毫不 毫不客气的就 来给我还以颜色 继续谈那个 我们的牛蛙 牛蛙的地谱 确实我看了之后觉得 学到很多 然后在牛蛙的地谱 这样一个有启蒙的 这样一个作用下 然后我就也在尽量的 去模仿他的一些 就是在学习他的一些 地方 然后同时呢 自己在争取 去理解地谱这个英雄 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来帮助自己 能够打得好一点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 操作失误 地谱这个英雄呢 我打了这二三十百分之后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觉得 这个英雄在前期的线上 真的是一句话 如果爆了 我觉得没有比前期线上 能比地谱还弱的英雄了 他首先是个近世英雄 然后学也少 然后如果你的盟友 不是一个很给力的英雄的话 那么我想 无论是在优势路 还是劣势路 都会被人给压爆 就像现在这个情况 我只能就是猥琐的补刀 然后等待自己的地谱 到达六级之后 然后这样才有机会 去击杀对手 因为两个六级的地谱之后 才能发现 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然后三个的时候 就又有优势 四个的时候就更有优势 然后最后什么 五狗齐飞的时候 就是什么出个A仗 这样五狗齐飞的时候 可能就优势又更不一样 但是我打这二三十盘以来 还从来没有出过A仗呢 因为打天梯嘛 有的时候我打路人比较多 也就今天的这一盘 是有一个大神在 所以说心里面有点底气 我们的VS现在过来了 帮助我们干客 那么这波有机会 但是牛头一勾赫 直接把我给晕掉了 然后这边我先网子一下 然后想放这个忽悠 结果被 被这个穿了一下 但是还好 我还是放出来忽悠 然后成功的收割掉了这个 收割掉了拍拍熊 然后这里我想上前 再来寻找机会忽悠一下 可惜被牛头一个勾赫 然后同时把我们的VS 就这边的820 现在这个英雄名字叫做820 给击杀掉 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 没有一百魔法的杀王 给跑掉了 坑爹啊 他实在是只有 放不出来第二下穿四 牛头也没有魔法 但刚刚我的血是一百不到 如果给我多二百点血 那么我一定要上前干死他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杀王 又是很有气势地过来 想来反干我 但我刚刚看的 只有一百不到的魔法 他现在肯定是没有魔法 他刚刚最多就是吓吓我阿姨 然后我把大狗 现在拉回家 就是这个主地不施 准备拉回家 让他加点血 但是看到有盟友过来了 那么有机会 我身上还有四个树枝 我觉得可以先吃打树 吃打树 然后等 等发条 有机会的话 说明还能反杀 因为我现在是两个狗了 两个狗的话就不一样了 其实这个地府 我觉得长得更像耗子 有些时候 好吧 这后我们的大神告诉我了 大神说 其实斯盖 你这后应该去打野比较好 因为地府打野的速度比 打野的速度比他在线上还要快 然后这里我拉下兵线 把兵线往我们这边拉一点 然后我说别人让那个帕克供应下小鸡 但是他们的上路貌似很激烈 有杀有死 成功收掉三个胖子的经验 然后到了七级之后 打野会更给力 因为有四级的这个护佑 这边电脑好像卡了一下 电脑卡了一下 因为录视频的话 对这个电脑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这边又卡了一下 然后看到了我们的发条 然后直接就被打成了一点点血 然后下路看了一下小地图上有三个人 我们的帕克及时赶过来一个大招 然后帕克直接就收割掉了杀王 然后这边我在寻找机会 我想救一下帕克往下往处了 但排排熊的爪子还是够长了 最后下去还伸了出去 然后这里一个忽悠成功的收割掉了 排排熊杀了我们的人还想走 没那么容易 但是这里 牛头我是追不上了 因为没有鞋 然后继续的听大神的话 继续练剂 然后我们的帕克现在好像吐槽 我们的霸凌 就是我们的VS 这个VS也是我们的大神的 所带的一位朋友 这边来买下鞋子 然后我们的大神发话了 这里大家应该也能猜出来我们的大神是这盘用着剑兽 然后大神说他没补刀如果你不中他会肥很多 这个肯定嘛 因为自己朋友嘛 如果还是要说一说挽回一下自己前面 刚说完这个剑兽就杀掉了沙王这个青朴第一人 因为我刚刚刚开始杀过他 我就对他的名字特别有印象 然后后面他又反杀了我一次 然后我现在是有三个人都在守 三杠一 这边我想忽悠一下 然后去走 然后赚点经验 但是我看到Leach来了 第一反应要跑 往一下 我想跑 请给我跑掉 不要对我放大 我也觉得自己叫的有点过分了 但是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失误 就像我说的那样 用狗头的话很尴尬的一个地方 就是 任何一个狗死了都会比较尴尬 然后这边大神的剑兽过来是有想法吗 是要杀两个人吗 我可有点不信 大神是要秀给我看吗 好 5S上来了 帮他一下 然后他一个转 然后大神放完这个 他应该有大招的 看看是不是有大招 果然是直接就放了一个大招 那么我不用看了 我一会也复活了 这个果然是高手 毕竟还是高手 我来继续的混野 混连野 嗨一下 狗头嘛 我现在还是个学习的状态 所以说 我还是要好好地学习好 其实我用狗头的话 最烦 我不管用什么打野丁熊 最烦碰到这个 这组怪了 就是两个熊人 两个这个大狗熊 他们的攻击实在是太bug了 什么用狐王碰到他们也尴尬 然后用这个狗头碰到他们也尴尬 特别难打 但狗头人还好一点 因为他的忽悠能够很快地解决掉他们 然后这边一般用狗头的话 我自己想的出装顺序呢 就是先和这个甲腿 因为甲腿之后 可以通过不断地切甲腿 然后来保证自己能够很快地打野 然后这边我看了一下地图上 他们都在这个下路的塔这边 上路好像没人 虽然地图上上路 网友跟我说危险 但是他们在塔前 我觉得他们更危险 这边我来买个道具 收一波怪就走 看到了拍拍熊 我觉得还是走吧 其实这里我真的不是想玩幽默 大家可以看看小地图上 下路他们三个人在别人塔前拆下路塔 然后居然 这里有五个人 这里居然有五个人来 来杠克一个我刚刚飞过来的狗头人 我觉得 这不是在跟我玩幽默吧 还是因为大家就是 故意觉得狗头人的仇恨值比较大 很容易杀 其实在这里刚刚呢 我用了一个想法 是这样想的 我是想着 你看看我们的朋友基本都在塔前 然后那个塔呢 而且他们人也很分散 当时有两个人在塔前 我觉得对方只要飞过去三个人 就能阻止我们人收塔 然后我就觉得我来上路 什么收收野了 打打钱了 应该很 很安全的 好吧 我的朋友很及时的都这次来救了过来 那么我也跟着过来 直接TP了过来 来试图收割点东西 然后过来就被穿了一次 然后杀王是红血穿了一下 然后 然后隐身 但是还是被我们给打死了 应该是被我来死 刚刚一个吼叫 给打死了 然后还没来得让我忽悠一下 我本来刚刚想跟上去的 但是 实在是跟不上了 我就在这边收下钱吧 收点钱 因为狗头的话 哦 这我们的820 我们的820 吐槽出来了我们大神的名字 好吧 这里我也就不遮遮掩掩了 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大神 是我们的九神 也就是因为09 昨天来到了上海 然后来到这边 和我一起 就说是找了一个朋友 然后 刚好晚上九神也没地方去 就选择了在我这边的 在我家这边住了 然后我就想着 今天就跟九神一起玩一下DOTA 然后九神就说 好 有空就刚好他朋友也叫他打 然后就跟我一起玩了一下 然后同时也要指点下我 然后于是我就照样拿起了 我最近一直在练的狗头 因为大家 因为最近大家都想看我用狗头嘛 我就想 嗯 好好的练一下这个英雄 嗯 但是呢 现在的狗头 我觉得我自己用的 最近这个狗头的状态 我觉得也不是很满意 就是说 但是无论如何 反正就是说是 毕竟有大神在嘛 那么就也 占大 呃 这个占点大神的光 然后先录视频出来 毕竟好久没有录到他的视频了 然后等过段时间 呃 不忙的时候 然后再把狗头人好好地练一练 然后再录出来一个更加完美一点的视频 最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起手13分钟就已经三死了 这样的话有点干大了 我觉得虽然刀探是想配合的 但是更多时候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打得更加美 更加完美一点 最起码我要去呃 明天要去武汉参加一个暴雪圆形 然后呃 24号呢 又在那个西安参加GTL的这个高校比赛 就是技嘉的高校高校这个比赛的开幕式 这个GTL应该是我们的高大的全国大学生高校的这个比赛 我也很开心能够去西安那边呃 参加这样一个开幕式 然后为我们的大学生带来一点点欢乐吧 我也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有西安的朋友可以去参加一下 具体什么学校我还不知道 但待会我会微博发一下 嗯 然后等忙完这些活动之后 基本上再回上海再做一个暴雪的这个消炎形 基本上就没有活动了 那么后面呢 我会在没有魔术三的比赛的时候 多入点道大视频 然后有魔术三的比赛的时候呢 我就会好好打魔术三 然后争取今年早一点能够完成自己人生的梦想和目标 也就是我的三冠王 只要完成之后 我觉得我就能真正的开始享受游戏了 嗯 这里继续是用狗头 狗头这边收割这种钱还是很嗨的 这边我把假腿也切成了这个智力状状况 因为切换成智力假腿之后 可以让自己多放上几次忽悠 然后他们其他路上还是打得很嗨的 但是这里呢 我是因为想先有个跳刀 然后好配合自己杀人 因为我看 在这里呢 也要感谢一下牛蛙的这个做的一些教学视频还是很有用的 不管是这个新手还是老手 像我这种不会用狗头的 我看了看牛蛙的基本上懂了就是要出跳刀 我有了跳刀之后 我知道有一个狗头的操作就是 大狗可以直接跳过去 然后剩下的三个小狗就可以直接忽悠过去 然后就可以瞬间的能够达到一个 网到对手的一个状态 当然你也可以先跳再网都可以再忽悠 但是如果你操作足够快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 就是在跳过去的之前先忽悠然后再跳 这样的话四个狗会同时就出现在敌人的身边 那样一种很嗨的感觉 我相信也是这种操作的快感也是 怎么说呢 也是让你难以巴首呀 很多时候 我最近就一直在练这样一个操作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东西 其实谈到这里呢 我就又想跟大家扯点题外话了 扯什么题外话呢 就是说最近有很多的 也不是最近 就是一直都有很多人问我 说Sky我怎么能够打好游戏 因为作为一个打了十几年职业生涯的一个运营选手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还有一点自己的发言权的 就是说我觉得 我对别人的 一个人想成为高手 我一般只告诉他四个字 很简单 就是多打多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在你很菜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那么多 就不停地打 然后就可以了 好一号接着说 然后这边是看到力去飞了过来 力去飞了过来之后呢 然后我就选择了忽悠 直接忽悠走 然后这里就是狗子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比较嗨的地方 就是可以大狗 然后就是跟两个小狗分开走 然后这个地方呢 因为很多网友跟我说想看我什么三狗骑飞 三狗三线操作这个情况 我在前十盘的时候 我试过这样一个情况 对我来说操作不是很难 我可以三狗 四狗这样 三线操作是没问题的 四线可能有点吃力 好这边 是看到 这个打团战了 我就第一时间飞了过来 跳了过来 然后两个小狗跟上 然后网了一下 然后收掉沙王 收掉沙王 收到沙王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被分割开了 然后我现在有点危险 我们的灵九是直接放了个加血 帮助了一下加血 那这边我就要往了 往上这个 往上拍拍熊 然后直接是 普通攻击 加一下忽悠 把他给忽悠死了 这是技能 然后这边我们的九神 是直接一个 无臭空斩 然后斩的这个 斩的这个军团是无处可去 好继续跟大家 这个团战打完 我们是收割掉对手的 三个人头 然后我们这边 损失到一个人 然后继续跟大家讲 刚刚那个 我说的多打多想这两个字 多打呢是针对新手 我觉得不论是 DOTA还是任何游戏 我对游戏的态度理解 就是说是 只要你多打了 那么你就肯定会有感觉 然后你打了多之后 有了感觉之后 你自然就能成为一个 合格的高手 然后如果你成为一个高手之后 你想打职业的话 或者说你想成为 顶尖的高手的话 那你在了有了 就多打之后 你的基本功什么都有了 但是你要这时候呢 你想怎么能够打得更好呢 就要多想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任何一个细节的完善 任何一个细节的操作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操作的发现 以及发明 都是要靠多想 想出来的 你不想的话 是肯定不可能 就是说是能够发现这些东西的 除非是别人发现之后 你学习 但你像我 我拿我打solo来举例子 像我的sky流 就是在我多打的情况下 我人族打兽族已经打得很好了 但是确实打不过兽族 然后我就苦思理想 整整想了大概有一两个月 然后加上不断的改进 然后终于呢 想出来了sky流 就是人族的 AM加兽王 然后带塔的这样一个 一波流的打法 所以说这是一个所必须的地方 这就是我认为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高手 那就要多打多想 不管是什么游戏 哪怕是我们的delta 或者是我们的solo 或者我们的星际啊 或者我们英雄联盟 或者是我们的cf等等这些游戏 只要你想成为一个高手 必须多打多想 这就是我对游戏的理解 这个闲话扯的有点多呀 这个战局上 大家也是看到 刚刚打了团战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 我觉得 我们这边应该是处于一个 这边看到了拍拍熊 然后再打肉山 我们想过来打一下 我们现在应该是个军事的情况 哇这个拍拍熊打肉山 实在是太快了 瞬间就打掉了 这个我在小地区上也在看盟友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盟友在上线 在上路带线 那我决定就还不上了 万一上之后 拍拍熊现在是气势阵望呀 双 气势阵望 然后有一个 复活盾 肯定是比较难打过 呃 我刚跟大家分享 那个多打多想的 可能不属于娱乐局的范畴了 但是呢 怎么说呢 也算是我给 也算是我给大家带一些 我职业比赛的一些心得吧 一些训练的心得 也算成为高手的心得 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感觉到 能够学习到吧 我有些 呃 自己的理解 当然呢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高手 这边我想干击一下军团 然后说说切换了一下 然后三个狗是 两个狗直接忽悠了过来 忽悠了过来 凭感觉 然后一个 直接跳刀 跳了过去 直接就抓到了军团 抓到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 呃 第一反应就是暗逸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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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理解 有很多的网友 都是想 成为高手的 但是想成为高手呢 那就说很多时候 你首先要有时间 有时间的情况下呢 就是要思考了 我觉得就是训练的 训练的地方 就是我刚说的几个四个字 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 然后来慢慢慢慢的理解就可以了 这边 因为狗头我有了跳刀 我准备下一剑呢 喝一个团队招 团队招 就是喝一个笛子 呃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军事的情况 那么 呃 虽然有灵脚 在这边 但灵脚 现在也没有到达一个可以逆天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边呢 我是 有一个大狗是不断的在线上 然后我是准备 呃 不断的在线上 然后是准备 寻找机会 单杀一些弱单的东西 像刚刚这个牛头 我杀他就比较冒险 因为他在中坛这边 对 而且地团看不到他们的盟友 好 看到了 现在有两个人 信号我刚刚没有飞上去 飞上去的话 说不能军团和拍拍 就直接过来了 我们的OS比较郁闷 这个英雄现在叫新英雄 就叫他为820吧 我们的820比较郁闷 直接就被想过来配合我杀下 但直接被抓到了 其实我用狗头最烦打这个怪物了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一打 然后这个 半人骂球长 就直接给了我一个彩 还有就是那个熊 然后我一打他 然后因为有三个怪物 因为有三个那个单位在的话 然后就会 他就会 释放他的主动技能 也就是我们的solo里面的雷霆一击 到他里面是熊猫的那个技能 也应该也叫雷霆一击吧 然后这边 我的笛子顺利合出来了 有了团队装 那么我就可以帮助队友好歹来打了 对 前面好像还说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什么 什么大家让我什么三狗齐飞 四狗齐飞 当时的时候前十几盘 我就觉得 好像是可以三线操作 还挺爽的 什么大狗一个队 然后二狗三狗一个队 然后四狗再单独一个队 然后同时三个线 但后来我发现 坑颠了嘛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真的是刀塔 不是solo 就是说是 只要对手抓到了我 那么就是说 我基本上就跑不掉了 尤其我抓到一个落单狗的时候 如果是大狗还好 如果是四狗的话 第四个狗 它是单独的一个狗的话 它基本上连豁的机会都没 别人只要有个主动技能 或者有个沉默的技能 那它直接就有那个什么了 直接就抓到我的狗 狗连跑都没有跑的机会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经过我十几盘的实力 我发现 千万不要用狗层人 做什么三线四线操作 不是说我做不了 而是说是做了之后 很容易 这是刀塔 很容易你的 你的某个英雄 某个落单的狗被抓到 然后就直接四个狗就死了 就一命无忽了 这个 所以说后来 我这几天就一直在想 如果死了一条狗 其他 死了两条狗 然后才死的话 这样该有多好呀 这边我们的零九 是很给力呀 直接就上来 一个大招就把 就把牛头人给终结了 大神啊 给我让点人头吧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所以说 我这几盘打完之后 我就有个经验 就是说是 一定要把三个小狗 分为一队 就别人一旦抓我落单的话 我就要大狗马上忽悠过去 然后这个几个狗就不怕了 就三个小狗能支撑一会儿的 如果大狗被抓的话 大狗直接忽悠到小狗的 或者说是三个小狗 直接忽悠过来 也是可以的 这边军团又上来了 好像有机会 这边我把狗往这边拉一拉 但是所有狗往后撤 因为我要有跳刀 也可以跳上去的机会 我这样插战的话 会更给力一点 然后这边军团已经深了 所以我不敢太靠前 然后九人这边也是直接就是转了起来 然后我就帮他就放了一个笛子 但是笛子似乎放的早了一点 对手没有愿意打团的这个情况 但现在这个团的位置不是很理想吧 但是因为我想插后排 但是插后排情况下 我现在插上来了插上来 然后一个王 nice 我觉得我要打三杀了 九人放个东西 九人放了个 我棒 这这卡壳了 我倒是 哇 插 无以形容 我们被团灭了 你感心吗 我们没有被团灭 我们还有一个发条 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我刚一个 一个一个跳上去之后 三个狗呼吸上去 那四三个人都是只差一百点血不到 但是那个该死的青浦第一人 就那个杀王 不就是刚开始我不小心杀了你一次吗 何必在我要三杀的时候上来一个大招就把我给终结掉呢 我说不定刚刚就配合九人就自己就三杀了 哎 这个青浦第一人呀 又上来了 然后直接把我们打团灭了 我怎么觉得我们好像要输了 五人被团灭 这个拍拍熊呢 现在装备有点 有点厉害了呀 通过这一波之后 拍拍熊一个四杀 然后军团也有这个引刀 加 我们看一下九神装备也可以啊 这个灵九关打仙是很快的 极限法球和幻影斧 这个看来是分身斧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这边的四狗也出来了 哎呀好郁闷呀 刚刚一个好好的三杀的节奏 要不这样的话 我的视频就会很好看了 哎 但是无所谓了 娱乐局嘛 所以说娱的时候也不是大神 也不希望打的有多好 大家看开心就行了 其实这个我的 我录制刀塔 其实跟录制solo还是不一样 因为录制solo的话 我总在不停不停地讲 很多时候想跟大家讲一些话的话 就讲不了 总是感觉在不停地说话 就感觉特别郁闷 也跟大家讲不了什么 怎么去成为高手了 怎么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心得了 等等等等这些方面 所以说 录制solo的话还比较开心一点 因为录制solo的话 可以 可以跟大家聊很多的天 然后没事了 可以跟大家 那个 调侃调侃 讲讲故事了 说到这里 讲故事我想起来 就是九神今天在我家住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九神因为灵脚起得特别晚 他都是晚上什么录视频了 打到他了 他录视频对要求更高了 听说他都要打一个三四十盘 然后他录制完一盘 哦 我觉得我现在什么 附近的练影师 我练好三十盘都是给灵脚学的 他也是腰油特别高 然后说今天中午呢 我就想请灵脚吃个饭 这个 然后想请灵脚吃个饭呢 然后 哇 现在好像有打团的节奏啊 我在想 讲故事哪里打团呢 算了 这个我继续推线吧 配合灵脚推线 在这边杀王直接 杀王直接 跳了出来 一个人回来 中间有三个人 这个杀王是在 开玩笑吗 我直接其他狗也过来了 这个 人头 但是过来的太急了 下路那个塔没有被我推掉 差四点血 这个 差四点血啊 看来我都为了抢九成一个人头 抢灵脚一个人头 然后 损失了一座塔 真不划算 这个怪我 如果是 打比赛的话 像我这种队员肯定要被骂死了 今天讲中午就是要请灵脚吃个饭 但是当时我在想请灵脚吃一个比较好吃一点东西 然后我就说可能有点远 然后灵脚九成问我 就说要不要就是我们打个车或者开个车什么的 我说不用 骑个电动车就行了 还开什么车打什么车呀 灵脚说好 然后我当时在想 这个终于就是说是请灵脚吃个大餐 然后自己也给灵脚秀秀我的骑电动车的车技 但是大家猜猜我下楼之后发现一个什么情况 我下楼之后 正当我准备开电动车的时候 嗯 妹 然后我发现我的电动车少了一个东西 少了个什么东西呢 我发现我的电瓶没有了 真 真的 算了 不假了 我突然觉得这个笑话好冷 这个这边有打团了 打团之后 这个不是吧 我刚刚我笑话 这是为了惩罚 我的笑话有点冷吗 这个 真的看来是要惩罚我的笑话有点冷 直接就杀了我们三个人 我只是想上去跳上去 然后放一堆气冷 但是我中了一个杀王的大 中了一个拍拍的小 中了一个军团的小 中了一个烈血的大 还中了一个牛头的大 啊 我突然觉得有了笛子也是好坑爹呀 看来他们对方的五个人是为了惩罚 我这个笑话讲的有点冷 好吧 笑话还是有点冷 但是其实发微波的时候 我完全蛮搞笑的 因为我确实没有想到这小偷 他这么不长眼 居然把我的 我在这里是为了想吐槽一下小偷 居然把我的电动车的电瓶给偷走了 让我好是郁门呀 我们的九神是为了单杀这个 熊战士吗 但是我觉得他也被坑爹了 他在被赚的过程中 然后被军团给直接 被军团直接给大招给这个 给解除了状态 这个 这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多晚知道 军团是在可以剑胜 在转的时候 转这个剑胜风暴的时候 是可以直接把他给 给 就是说解除掉刚刚那个状态的 就军团的大招 这里我们九神说 零九说别发信号 去了打不过 拍拍 不过零九又改主意了 拍拍没血 勾死可以 然后我们的发条就 义无永固的上了 那之间我就把鞋子卖了 然后换一个飞鞋 然后我要过去救他们 兄弟们等我 算了 我刚叫完 然后兄弟们就全死了 那么我三个小狗继续 三个回归小狗继续 这个收线吧 然后这里 看到了军团隐身过来了 然后拍拍 我赶紧往这个下面走一走 然后三个狗也往后面走一走 我觉得军团要抓我 军团果然抓我了 三个狗第一时间忽悠过来 不敢抓我 我是四个人打一个人 虽然我没有三线 但单线还是可以的 这个我们的820 直接把我换了过去 然后我也是 大狗在解除状态之后 第一时间开了笛子 然后现在我要赶紧跑 大狗用了一个跳刀 然后这个 有一个狗直接 直接飞回去 飞鞋飞回去 然后其他 飞到上线 然后其他两个狗跟着过来 然后大狗呢 直接回家加点血 然后我现在开始准备带线了 因为有了飞鞋之后 这个就是地普的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带线带起来了 唉 我们可怜的灵酒呀 今天本来要请的是个大餐 但是最后也没请成 等我回头找到这个 再重新买个电瓶车 电瓶之后 放装之后 到时候请灵酒去吃那家 很好吃的 吃的美食去 当然也感谢灵酒上 在杭州的时候 请我吃了一顿饭 我们发条又是一个 很完美的钩子 勾了过来 这边我觉得现在 虽然对手的拍拍 我看拍拍 我靠 这个拍拍装备 有点给力啊 我刚刚看了下有大斧 然后有这个 复活盾 然后这里我想试一下 我们有四个人在 小鞋 让我看到四个人 但是队友呢 怎么每次我 好吧 看来这个局真的不适合我 这个局是 我们的 这个局是真正的DOTA局 就不是天梯什么明星局 什么什么狂 这种杀人局 只是一个大家打配合的局 自己说我也是死了无数次 然后我们的灵酒也是上头了吗 上来单追别人 这边有点危险了 这个要看果然是 这军团又是在 灵酒的这个剑胜 在转的时候 直接就把他给取消了 解除了这个转的状态 军团大 看来是比较克剑胜的样 这边我们的OS 一个很好的换把 这个发条放了个大招 是想堵路口 但是结果发现 路口没堵住 然后自己A了一下 还没A出来 刚刚80是一个很完美的换 把帕克换了过去 然后自己赶紧跑走了 这个发条怕是走不了 发条怎么才9级 我没看错吧 发条是9级 发条是9级 我 啊 看来对方等级 最低的是汉地神牛12级 发条他9级 是我的狗头 占经验占的太多了吗 我现在4个狗头 那么我最起码也是18级 不是也是16级 马上复活了 我都22级了 然后发条在9级 怪不得我们的发条 自称不说话 好吧 我理解他了 这边我们的帕克 然后问我们 问我有没有梅坎 其实我不太愿意出梅坎 然后用这个 低的话 我觉得梅坎 作用 我宁可先出跳刀和这个笛子 因为我觉得笛子 比梅坎有时候更有用一点 但也不排除一些时候 有些情况下也出梅坎了 那这边我看到了杀王 但我怕人很多 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说 是先跳刀跳走 然后这边我就把眼 各种地方插上 然后为了对付杀王 我专门买了个粉 因为杀王太恶心了 也不是为了对付军团 军团倒还好 我倒不怕他 但杀王每次 你想杀他的时候 他就 他就这个隐身了 然后这边就开始 不断的用好 编队 然后去处编队 然后这边的这个小狗 然后飞过去之后 然后两路带线 我就是挺到上路下路带线 因为现在我们有点劣势 我觉得 发条在9级 然后我们只有09的装备很好 我的装备还凑合 所以说我现在 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带线的功能 然后不专门来带线 然后他们是要推中路了 那么这边 我是要带线带上去了 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推中路的话 那么这一波我可以 同时带上线和下线 这是一个双线操作 上线两条狗 下线两条狗 然后这边我是想杀这个力去 然后其他狗过来 但这边直接跳了个牛 然后我第一反应 我觉得我要跑了 要跑了要跑了要跑了 好的 完美 跑掉了 下路的两条狗 在这里没有动 然后这些狗呢 赶紧挥又回去 一个狗单船走 这个我就不管09了 这个09不要误怪我 不是为了卖你 没办法 刚刚我看到了 牛头一个大之后 力去又放了一个技能 我已经知道不对了 这两个英雄很刻骨 因为无论力去大 还是牛头的大 都是捧克狗头的 所以说我不愿意面对两个英雄 何况还有人在飞过来 所以我第一反应就先忽悠走 还好他们没有把我给悬晕到 我牛头上来之后 第一时间就悬晕了一次 第一时间跑走 那么这边 再次用飞鞋飞了过来 然后狗头的四个飞鞋 是可以轮流用的 所以这也是件很嗨的事情 所以说我就因为劣势嘛 我就选择了出跳刀和飞鞋 然后来不断的带线 然后最后再慢慢的合什么 合什么强袭了 或者说是 合肩强袭 然后再合个那个祭品 等等这样一些装备 这边我在寻找机会 想杀那个 想杀军团 但是军团是往后面撤了一下 继续在寻找机会 然后去除编队 然后看到了拍拍 有机会单杀他 其实我一个人打拍拍 我也不怕的 因为我有四条狗 然后这边三个狗 开始忽悠忽悠忽悠 然后大狗跳 跳过来 然后直接往 往之后队友也很给力 直接就过来了 拍拍还是很猛的 但是这边我可以打他 拍拍是有盾的 现在盾中用完了 然后现在我这小狗 看到队友的盟友过来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往这边先躲一下 然后等机会再上 先往一下 然后这杀王直接跳大了 很好他跳大之前 我是已经忽悠了过去 然后这边配合 配合队友 一个完美的双杀 三杀 自杀 感谢 感谢我们的灵酒演员 感谢我们的对方的 四人组 同时感谢我们的九级的 九级的我们的 九级的什么发条 这边还有 总之感谢CCTV 感谢广大刀塔爱好者 感谢广大朋友 终于让我达到了一个 狗头四杀的第一次情况 谢谢大家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五杀好吗 好吧 最后一个 这个杀王被 杀王被帕克给受掉了 就还是不错 然后这边是 一个完美的团面的对手的节奏 现在这个团面 也跟他们上次团面 我们是不一样的 这边是可以推掉 他的一路线的 这个感谢CCTV 感谢这个 牛蛙的刀塔教程 同时呢也感谢灵酒的配合 让我达到了一个 四杀的情况 可惜没有五杀 但是以后 等那个 盲玩尽音的事情之后 我会好好的打一打 就是来练练狗头 然后到时候 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五杀 能够玩得更开心一点 能够 玩得更好一点 能够发现 更多狗头的技巧 希望下次能 能玩一个 跟大家玩一个什么 什么三线 或者说是 呃 四线操作 这边 刚 刚说完怎么感觉 这下自己就危险了 这个小狗赶紧 红结狗拉走 拉走 但是这个军团 直接半入把我拦切了 唉 这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样 其实 现在五千多块钱了 我有点 纠结呀 让我来问问 问零九 问九三 出一个 什么装备好 想出强席的 但是那个零九告诉我说 是让我出一个 呃 让我出个A A帐比较好 那好吧 我想想 我们都出个A帐 但是出个A帐的话 其实是四条狗拉 听说是A帐可以加一条狗的 那么一会的操作 又要更累了一点 其实打到他嘛 我相信很多时候 大家都为了操作一个英雄 能够轻松一点 如果操作很多的话 会比较累 但是没关系了 不怕累 准备 还是出A帐吧 我觉得 我们加A帐 然后 但是现在 哎 鸟好像死了 刚刚 好像被零九 拿过去送什么装备 然后死掉了 那么现在 我A帐还买不了呢 需要买一个千七之球以后 好 回头到时候 有空装备练一下 什么 总共五条狗 五狗起飞 可惜不能六条狗 五六条狗的更多 其实编带一队还好了 一队的话 什么 两个编队之内 一个编队十二条狗 两个编队二十四条狗 对我来说 问题都不是很大 我觉得最多我可以操作二十四条狗 当然不可能二十四条狗同时忽悠 我觉得我能同时操作六到七条狗同时的第一时间 用这个APM 忽悠过去就不错了 那么二十四条狗 那就是一下A上去 然后大家就看到 满屏幕的狗头人就过来了 其实狗头人有时候更像耗子 我觉得 更有意思 这边自己一个十二杀七四五猪攻 前面猪攻蛮烂的 哎呀我刚刚突然想到 我怎么身上一直带了个TP 自己有个飞鞋之后是不需要TP的 我还装活作用的一直带了个TP 然后这边因为要合A杖的时候 我就再合个祭品吧 这个强心是没强心是没戏了 那么因为我要合A杖了 但是姓氏没复活 有幸福复活之后再去买 这边好像他们要推我们线了 那推我们线的话 但是我看一下零九代线好像从下路都已经带到 带了过去 然后这边我留了个大狗在家里面 上路呢我也是三条狗代线 这波他们应该要TP吧 那零九代是说让我们的队友往后面撤一点 但是奇怪了 他们这波怎么还不TP 零九好像下路线也带上来了呀 同时摧毁了三个防御塔 他们摧毁了我们的一座 我们各摧毁了他们的一座 但这样的话他们明显要亏的呀 这个他们是 这个我把大狗都已经忽悠了过来了 他们这是为了抢A我们吗 是要把我们拆 那个拆建筑拆出去吗 好成功的拆完他们所有的建筑回来 然后第一时间想跟他们打个团战 但是清普第一人刚开始第一个就被我 发愣被我杀掉 人居然第一个先退了 那么这个乌妖是直接就被小兵给打死了 看来这个超级兵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这边还有机会杀人 第一时间忽悠过来 然后连续的四次 击杀有机会 给我再收割下人头吧 上帝 然后这边还能抢一个吗 杀掉了一个 然后再次杀了一个拍拍熊 好的一个完美的团面 我估计对手也要打出了机器 也要推出游戏 古玩社 这边军船是买活 但是无伤大局了 好的今天这个视频 真的录制的蛮开心的 虽然狗头人的不好 但是后面我会争取的好点 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狗头人的视频 今天这个也是过渡一下 希望大家能看得开心 也谢谢您教带我打来盘DOTA 谢谢